男人头顶一把刀来到医院 这把所有医生吓了一跳 医生赶紧喊了主任 结果发现男人还在喊皮球 这心也太大了 他们给男人做检查 发现刀子插得特别深 但奇怪的是 男人却跟没事人一样 还执意要给医生表演绝活 把医生吓得半死 医生以为男人脑子出了问题 急忙对他进行测试 问他一加一等于几 结果男人算都没算 直接回答二 终于 当医生未到十以上的算术时 男人回答不上来了 但是他解释 这和脑子没关系 是因为自己喝多的原因 一旁的朋友建议 直接拔出刀子 这样他们还能跟上看球赛 就在这时 男人拿出一瓶哈皮 就要表演龙吸水 医生赶紧出指 直接医生说道 治疗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直接切开头盖骨取出刀子 二是把男人带到手术室 直接把刀拔住来 但前提是不能有任何抖动 男人朋友一听 连忙点了点头 似乎听懂了什么 几个医生一边分析 一边等着脑科医生的到来 可没想就在这时 男人的朋友握住了刀子 刀出三个术后 咔嚓拔了出来 然后拿着刀子喂一声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到这里 出發!